在山东省莱州市沙河镇住家村的村西头,有这样一座飞檐峭角,青砖青瓦的高大房屋,孤零零的矗立在那里。这里,就是奉系军阀张宗昌的故居。 对于张宗昌其人,外界对其评价不一,可以说知名度很高,但声名恶劣,被人称为狗肉将军,混是魔王,三不知将军,不过,村里人对他的评价,却多了许多正面的肯定,例如说,他组建山东大学,修筑烟维路等等。 张宗昌同年和少年时代生活很穷困,后来只身从容,投靠缝隙,最终成为大军阀。张宗昌发达之后,回农村老家,修建了炸地二十多亩的大宅院,门前铺了石板路。 不过,在经历了土改、文革之后,张宗昌的大宅院,差不多都给拆除了,只剩下南乡和大门。如今,这里成为了村委的办公室。 在距离住家村不远的沙河镇湾头村,也有一处大宅院,与张宗昌旧居不同的是,这一处大宅院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,这里就是当年青岛首富刘子山的故居。这个大宅院建于1925年。 解放后,1953年,耶南县政府把驻地设在了这个大院,第二年迁出后,耶南中学又迁入其中,并且在刘子山故居周围修建了围墙。 因此,虽然历经近百年风雨,这个大院至今保存较好。这是现存的刘子山故居的正门。 刘子山出身一个农民家庭,14岁时独自去青岛谋生,经过多年奋斗,最终成为山东首富,华北巨商。 1918年,刘子山投资20万元,在青岛创办东莱银行,持续营业34年。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,他的个人财富,每年都等于青岛是6年的财政总收入。 用一个直观的比如,刘子山个人财富顶峰时,相当于现在的1000多亿人民币,身价相当于今天的马云。 其实,刘子山的主要房产是在青岛,曾经拥有青岛是天津路、肥城路、武定路、甘肃路、无第二路等整条街道的房产,人送绰号刘半城。 关头村的这处房产,是刘子山八季后,于1925年前后,在老家与四地合伙建造的新居。 刘子山故居为砖瓦牧师结构,三进二院落的瓦房。 当年这样的院落东西,并列一共建造了四套,现在只保留下两套。 如今,从屋顶粗壮的大梁可以看出,当年建造这栋房子用料很足,耗资巨大。 这是刘子山故居三进院落的最后一排,也是一幢二层楼的主建筑,青砖白墙灰瓦,屋檐下花梁雕洞,很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。 刘子山原本是村里一个谈棉花的贫寒少年,发迹之后也不忘本,据说,他多年持续捐助巨资赞助教育、交通、平民住所、维武萨惨案和工人罢工捐款,家乡两千亩粮田,从来不收乡亲一分钱租资,任人耕种。 在日本侵华期间,刘子山坚守细节,居部与日伟合作,并将全部田地捐给解放区。 这是现存两套宅院中间的通道,调食铺路,马车可以轻松通过。 据介绍,刘子山故居当年设计理念很先进,每一个居室都有卫生间。 俗话说,穷故失川赴修屋。 现在老家的这处老宅子,刘子山几乎没有回这里住过,而是一直在外打拼。 当时,由他的侄子负责修建管理。 如今,学校已经撤走,这个大宅院空闲下来。 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,刘子山故居化归了来州市博物馆管理,并且对房子进行了抢救性修缮。 事过境迁,物是人非,这里留给后人的,只有那些讲不完的历史故事。 欢迎点击右上角关注小编,了解更精彩的郊东农村。 本文由农里农系原创,飘泄必究。